我们继续 然后我们看一下怎么去绕过JWTCard的检测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需要再新建一个 比如说叫模拟获取用户信息 这其实就不是模拟了 是我们真正获取用户信息 然后router.get 叫什么叫getUserInfo getX Next 获取用户信息通过get的方式来请求 就是说我们第三步 客户在每次请求都带上token 然后以示自己的用户信息 然后你是什么用户信息 我们获取一下不就完了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就首先看一下 它怎么去把那个token给带上 就前头怎么把那个token给带上 然后我们先保存一下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个地方我们先简单给它返回一个值吧 比如说 arrowNumber等于0 然后userInfo等于 比如说最先写个ABC 就是这个地方做一个站位符 我们等会再去把这个代码改一下 就是我们防御这个接口 不管怎么样 先返回一个ABC 然后我们现在要做的是绕过这个JWTCard的 这个检验能真正到这个接口中来 OK 那我们就看一下 其实呢 我们使用这个 一开始使用这个userslogin这种方式 这种方式来去做 send这种方式来去做的话 就是相当于是这条 对吧 用户认证成功之后 所有转返回一个加密的token给扣端 然后我们把这个token给它拷一下 因为我们下一次请求要带着token 对吧 但是我们现在是不知道怎么带 对吧 那我们就看一下 我们用get的请求 然后请求这个users get userinfo 比如说logalhost logalhost3000 users get userinfo 好 然后这里面呢 我们需要写一个什么 写一个header 这样的话才能把这个信息给带过去 这个header怎么写呢 header的名字是authorization authorization 这是header的名字 就是权限的意思 value呢 value首先我们要写一个barrel barrel的意思呢 就是这个持证人 持票人 然后来个空格 然后把我们的这个值给沾上 OK 这样就行了 因为get的请求 我们把这里面什么都不用写 直接这么逢就行了 重点就是说 我们这个地方要写一个 这个authorization authorization的header 然后在这边把这个token给他加上 然后前面要加一个barrel 然后加空格 不要忘了空格 好 这样的话 我们再去发动请求 然后应该就能绕过我们app.js 这个检验 要不然的话 他又返回401了 我们看一下 发动 好 你看他返回的是个ABC对吧 然后 我们在这里面要去获取他的一个信息 对吧 比如说我们虽然说在这个author里面把这个信息带上来 但是我们得把它拿出来 然后给他解密 这个密码 我们也不知道他反映的是谁 虽然说绕过 但是到这一步来我们也不知道他是谁 所以说我们要去把这个token拿到 拿到怎么拿呢 就是cts.heather.authorization OK 通过这种方式就能把这个 我们在这里面传的这个信息 给他拿到 然后我们就开始解析 解析呢 我们加一个try吧 解析有可能会失败 对吧 try catch 好 cast 定一个变量 叫payload avage 解析是个avage 是一个 那个一步的过程 这个地方需要一个函数 我们需要定义一下 这个函数呢 这么写 先写完再说 我先 用utl utl就是nodges本身的一个模块 就是一个工具模块 然后canst verify verify就是我们接下来需要用的这个函数 我们可以把它先写上 verify什么东西 我们有章参数 然后verify等于什么呢 等于utl.promiseify dwt der verify 比如说这个dwt是我们引用的这个gtml token对吧 它.verify是一个方法 当然promiseify就是把它变成一个promise的形式 因为它本身可能是一个一步的一个 upback的一种形式 回调的一种形式 所以我们把它变成一步的形式 然后我们用这个promiseify去变一下 这个工具是nodges自带的一个工具 然后我们直接可以用 好 那我们有了这个函数之后 然后我们就可以用avit去交用了 因为它已经被promise化了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dwt去交用 然后这里面是什么呢 是token.split 通过一拆分然后取数字的第二项 正好是把这个token里面的这个后面这个 这一块就这块信息给它取出来对吧 前面这个barrier这个东西我们给它忽略掉就好了 好 为什么前面要加上这个东西呢 因为这是这个car2dwt这个工具的一个限制 如果你不加的话 它应该还会爆速 所以说我们就二次规范来前面加上就行了 OK 然后这个时候 值已经出来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去把这个东西烤过来 直接去怎么返回 然后do the info等于这个payload就好了 如果是说我们这个值失败了 然后arrow number就是-1 然后写个message吧 message等于forifytokenfailed 好我们试一下 还是postman send 走失败了 失败了我们可以再试一下 就是我们先去尝试登录 看看这个token是不是变了 好 就我们重新登录 我们重启之后 重新登录这个token已经变了 变了的时候呢 我们再把这个变了的token给它摘上 看看是不是就成功了 空格 还是失败 还是失败 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报什么错 试一下 它有一个语法错误 hooking the split 你说这个没获取到 我没写错了 这个另外应该是个小写 不好意思 所以这应该是个小写 我们再试一下 好就已经出来了对吧 刚才那个错误是因为这个地方 那个成了大写 所以说找不到 好这样就已经出来了 而且还带了过去时间 就是首先这些信息都是我们自己需要的 对吧 也就是说 我们通过按照它的规定 在这个heater里面加上个authorization这个头 然后把值传过去 然后在接口里面 首先这样的话就能绕过这个前面中间的检查 顺利到它接口 在接口里面之后 我们把token获取出来 然后给它就是给它解析成名文 然后就返回了 这就是一个第二个过程 对吧 就是后端每次请求的时候带着token 然后以示自己的身份 带着token是为了绕过验证 以示自己的身份 怎么以示自己的身份 那肯定是后端具有解析的能力 能把你的那个密文解析成一个名文 才能把这个事情给搞定 对吧 就这样的话 就我们能做一个登录验证 就是登录的时候 我们就这么 就是按照上一步就好了 登录完之后给扣端 然后扣端每次登录完之后 每次请求的时候 就带上这个token过来 然后我们就去验证这个token 看看它能不能解析出来 如果能解析出来 有了用户名 有了那个比如说ID之类的 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登录用户 去获取信息嘛 就比如说我们举一个场景 我登录完了之后 这个微博系统 然后我要查看我的微博 登录的时候 就上面那个逻辑 比如查看我的微博 查看我的微博 然后我就可以把这个token带过来 然后后端去解析一下 发现用户名是张三 对吧 然后就可以去那个数据库那边 去取张三的所有的微博 把这个微博显出来 这不就是他自己的微博 所以说这就是 DWT的一个 一般的一个形式 就是我们常见的一种形式 也是用方法做的一种形式 虽然说我们这儿没有实现真正的登录 也没有实现真正的这个 获取本人信息啊 获取这个本人的微博啊 这些东西 也没有做登录验证 但是这些 就是我们做的这两个API 就已经足够去支持你 用DWT做更多的满足 基本的业务需求的一些 登录和用户验证的一个逻辑 好 这会儿如果大家 因为我们后面不会用嘛 所以说大家如果 带有啥问题呢 就是你就在提问区 给我提问就好了啊 就关于DWT的问题 我都会帮大家解答 虽然说我们不用 但是我们也一块 可以一块讨论这个问题啊 好 那我们回到TWT啊 我们再说一下 DWT和Session的一个对比啊 首先它们两个都是为了解决 这个登录和 存储用户信息的一个问题 这个都没有问题对吧 然后DWT用户 加密存储在客户端 不依赖于Session可跨域啊 这个地方 大家注意 首先第一条 加密啊 这个不用说对吧 然后存储在客户端 它和Session不一样 Session的用户信息 是存储在服务端的 DWT是存储在客户端的 对吧 它不依赖于Cookie 然后Session是强依赖于Cookie的 对吧 DWT不依赖于Cookie 然后它可以通过 那个Header给穿过来 然后可跨域 这个当然可跨域了对吧 因为跨域是对Cookie有限制的 但是它对Header没有限制的 然后可跨域 然后Session 用户信息存储在服务的 这个不用说了 我们都存储在Redis里面 然后强依赖于Cookie 然后默认不可跨域 然后想跨域的话 你还得自己 再做一些其他的处理 所以说这是 他们两个之间的对比 然后一般情况下 两者都可以满足 大型系统中 两者可能还会够用 比如说大型系统中 有一些就是偏钱的系统 可能用Session和 骗后的一些 这个系统之间的交互 可能有JWT 这个也不好说 对吧 所以说 大家不用纠结说 谁好谁坏 就是这种问题 就类似于 说PSP是不是最好的语言一样 就这容易引起争端 这种问题 所以说 不用说谁好谁坏 就是 一般情况下 两者都能满足 没问题 你不用纠结说 买Bench好 还是买Bama好 还是买Audi好 有钱你随便买 这都不错 然后JWT 可能会更加适合于 服务节点 比较多的情况 就是跨于比较多的系统中 就是你的服务节点 比较多 然后 可能每个服务节点 预约都不一样 这个可能JWT 更适合一些 然后Session 可能更适合一些 比较统一的Web服务 就是这个Web服务 比较统一 然后那个域 要比较统一 对Cookie也没有什么限制 然后那个 Session要求比较严格 就是你的 用户信息要放在Session 我Session要随时准备 把谁踢出去 然后把谁 拉黑等等这些 JWT 它是把用户信息 放在Code 放在Code 就有个问题 就是人家 没有到服务时间 你就没法 把人家踢出去 是不是 你想想 要不然你重启系统 要不然你改变 自己的密码 这样的话 导致的问题就是 你改变了密码之后 所有的用户 都要踢出去 所以说JWT 就有这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用户信息 不是放在Srow端 它是放在客户端 就不大好管理 但它也有个优点 就是JWT 它不需要 Redis这种工具 对吧 Session的话 一般情况下 都需要Redis这种工具 所以说 更有优劣吧 但是一般还是 那句话 一般情况下 两者都能满足情况 所以说 用什么东西 就是不用太过于纠结 改变用就行了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